38歲在臺中一家一傑中心做事管營養失敗 也做兩次人工失敗 結婚7年來找我蔡醫師 那因為他的卵巢功能比較低 我們在一夜跟七夜分別跟他做 打針取卵冷凍胚胎 就急胚胎 那終於在8月份逐日胚胎 這是講去年 一次成功 這一次成功而且他沒有做快賽 指日一科就中了 那為什麼在那家醫學中心沒有成功 來博恩副展科成功 為什麼博恩副展科又演出一次成功的戲碼 在於我們還是蠻 我認為我們的指日胚胎大概放置地表上 大概做得最好的 我再講一遍 因為地球上 地表上 指日胚胎所醉的做好 博恩副展科 我再一次做得最好 因為我們 子宮內膜會用抗氧質殺菌 乳酸 維他命D 還有 呃 指日的時候要穿破導引 而且要黃金三條線 超過0.8公分 更不打檢我們已經要求 這個胚胎距離子宮內膜要1到1.5公分的地方 那這個位置 除非這個胚胎產是不正常 或者的話一定懷孕 信不信留你 博恩副展科就是一天到晚在演出一次成功 昨天有兩個來都一次成功 早上一個 就是我們在搬金子營養第一名 下午又有一個 那個下午那個 黃小姐應該是雙胞胎 她放兩個 但設計切片正常的度感 厲害